为了行销在地产业 普里正公所近日在普里花卉物流中心办理食农教育活动 邀请南投县烹饪商业同业工会 利用在地的白萝卜、香菇等食材 教导社区民众制作萝卜丝饼 接持来行销在地产业 那每年的这个秋天冬天的时候 这个是萝卜要盛产的季节 那我们特别用这个萝卜为主题 包括我们去拔萝卜 然后到现场我们今天分享的萝卜丝煎包 很简单的一个料理 我们中式的一个点心 那中式点心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面皮 然后一个馅 那我们今天的馅又配合我们普里 下个月一定要做酒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我们厨师的 用在地的香菇、菜头 来做我们的这个阿 跟我们的面皮包起来 来煎我们类似水煎包 还是我们的萝卜丝煎包这个方式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利用在地食材做出好吃的料理 也能够让来到这里学习的婆婆妈妈们 都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借此了解素食也有美味好吃的做法 那今天呢 用所有在地的食材 做出最在地的好滋味 那许许多多 婆婆妈妈们 大家都非常开心 因为平常时 除了自己在家里做菜之外 这么特别的一个点心 今天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的机会 先议员蔡明轩表示 萝卜是埔里主要产业之一 也借由这个活动 因应建交办理 来让社区的居民学习 用在地食材制作素食料理 也借指行销埔里产业 我们埔里现在都为了我们后面 做就也感谢我们的 酥食的一个教育 尤其萝卜 我们的菜头 就是我们的大北亭特产 也有很多机会 把我们在地的食材 拆出来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菜头 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福利厂排一圈肯定 普里正公所办理食农教育活动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活动的办理 能够让普里的证明 更人是在地产业 帮助地方的产业行销 记者陈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